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蒸腾出美味盛宴 大家看我手上有一个鸡蛋吗 有说过这个云南十八怪 什么云南十八怪呢 就是说鸡蛋穿着脉 就会用这个鸡蛋的鸡蛋的鸡蛋 这种就是茅草嘛 然后把它穿成这个容器 那现在我手上拿着它干嘛用呢 我现在不告诉你 跟着我来啦 那这回呢我们来到地方呢 其实叫做藤冲 藤冲呢它有很好的这个就是 火山的这个资源 最重要呢它会有很多地热这方面的资源 那自然少不了就是温泉啊蒸汽这块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蒸汽呢 其实是什么呢 我拿来鸡蛋 就是一会儿要给我们那个小蝉猫 鹏鹏呢准备点用这个蒸汽做好的这个美食 好 好我们来看看啊 看看我刚才这个 这是我们刚才放进去的 基本上从颜色上其实已经看出来它已经是熟的了 嗯 来再看看这个 哇 看我们呢我们那个小花生小土豆基本都已经熟了 好了那现在呢就可以拿给小蝉猫去吃了 Dance 哥哥 你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来了 Dance 哥哥 Dance 哥哥 快来快点 你吃点好舒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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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跑温泉是吧 对呀 你就是在这儿泡个温泉 然后有着给你救了航一起吃 真的吗 对啊 嗯 真的很好吃的这个真的是 觉得味道有什么就是跟普通的这个蒸汽蒸出来的话会有问题的 嗯 我觉得相比来说像这个普豆啊 嗯 它都会更糯一些 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如果拿普通的水煮出来的话 它就会有那种沙沙的那种沙粒感 就是吃下去就感觉不均匀 然后这个吃下去就感觉会很均匀 然后也会更甜一些 土豆还能那么甜 哎 觉得吃的还是不错的 对啊 然后我再给你介绍另外一个好吃 来给你 这个是 尝一下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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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石头 好了这个是石头 其实这个是火山石嘛 它其实呢 你知道这个它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特色 你知道吗 就是 给个面子 看见了吗 会浮起来啊这个 对 它会浮起来 那说回来呢 就是说 那你知道我们这次 唐中之旅呢 最重要的探索是什么呢 这重要的探索 你不会以为我们 就是这几次 这几天就在这就是 就天天就泡到温泉里就好了是吗 对 如果是说说到这个温泉的话 那肯定是温泉宴 是不是 不是 温泉那种其实我们已经看了 对啊 这边呢其实我刚才跟你说 这特色叫做火山 所以这边呢就算是火山宴 火山宴 有一位当地还算比较出名的大厨了 然后他就是会结合这样火山来去做这个美食 然后就完整的一个火山宴 但是哥哥就是这了吗 对就是这了 你看大叔出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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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狂猫 没见过吧 之前不是跟您这边有沟通过吗 就是咱们藤州这边当地很出名这个火山宴 是不是就我带着小伙伴一块来体验一下了 可以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能够去体验一下这个火山宴了 可以 那我们现在是说我们直接来去品尝还是什么 制作 行那咱们还是老规矩 通通呢你就找一个地方 休息一下 喝茶 好 等着我们去给你做这个火山宴好不好 那大叔那您就带我到您的厨房 然后咱们领略一下这个火山宴好不好 好的没问题 好走 还是要你去找三样东西 一个是火山梨 一个是白海蝉的那个小虾 第三样东西是火山石板 就是用来烤肉的火山石板 就您刚才说的 对对对对对 刚刚还在说呢 这一次探寻之旅呢 可能也许会相当轻松直接进入到这个我们开始做料理的这个过程 没想到呢我们还是需要这个去探寻 来寻找这样一些关于火山的元素 安排了一个人 一个向导 安排了一个向导 在火山公园的小虾山等你 既然需要找到火山元素的话 那我现在马上就启程去找这个向导 让他带我去找这三样东西 滕冲火山地质公园 以最具火山代表性的大空山 小空山和黑空山为中心 整个火山群及火山熔岩等地貌 在这里都可以一一展现 而小空山是滕冲最不盛名的火山 小空山高度仅50米 但火山口的直径却达到150米左右 巨大的洞口似乎展示着几百年前 火山喷发时的壮丽景象 小空山 你看这个牌子 我们终于到了 小空山 所以这里就是火山口吗 是啊 怎么没有那种熔江喷发的感觉 这边觉得有不祥的预感 就是黄泵我觉得我这一次 还是离你远点吧 我感觉它 你是穿着人家火山自己喷发嘛 对不对 你看咱们好不容易来了之后 我觉得应该和人家合个影吧 对啊 小平山 对 不是说就是有一位向导在这边等我们 嗯 彭彭你看是不是应该是那位了 我们过去问一问 你好 你好 早上好 介绍一下我是Dennis 这位是彭彭 然后有一位大主就是姓Lin 然后他跟我说过这边可能会有一位向导 在这边等待着我们 然后又要带我们去找火山三样特色的英雄 我不知道是不是你 那火山女婴就是说离 我们要想得到这个东西的话离这儿远吗 啊这个不远 一会儿我带你们去 不远是吗 不远是吗 一会儿了就现在吧 好 那就现在带你们去 去挖火山泥好吗 好 赶紧找找火山泥 然后去找虾吧 我好想吃虾呀 你就是饿吗 我想吃虾 您说这个土都是了吗 对啊 您看它这个土 摸上去感觉会不会不一样 看着就跟普通的土是一样的吗 粘性比较大 粘性是什么 对 哦 感受一下 哦 粘性 哦 是 你就说它就因为湿度会大一点是吗 对 它里边含有这丰富的矿物质嘛 哦 是 你看 其实你把那个摸完之后 摸摸手就行了 你放下来之后 你看手的颜色其实就已经会被染到 就说明它的就是 刚刚你说的粘性其实就湿度会大一些 对 对 然后你再嗅一下 其实它是有那种除了土壤的香气以外 其实会有一点矿物质的感觉 嗯 对不对 等于我们这周边全部都是火山泥啊 啊 对 这一片的话全部都是火山泥 哦 它里边有很多火山灰的成分嘛 那我们要不分下工 好 那你就一会就是我刨抽土 然后把它放在里面嘛 对吧 多刨点 这个火山泥我们是能带走的是吧 可以可以 好的 你这样怎么弄啊 大哥对啊 就是你得给我个坡度我才能弄上来嘛 一看就没干 差不多了吧 这么多了 这个火山泥拿的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够了 那我们下一步就应该是取这个 虾 嗯 对 在什么地方 在北海啊 它那边的虾是有什么特色吗 其实虾呀都一样也没什么特色 主要是那边有一个湖 那个湖啊是一个艳塞湖 所以火山艳塞湖 那走吧 对 我们就牵着篮子 走 就叫它火山湖吧 北海湿地是腾出火山喷发之后形成的艳塞湖 由于艳塞湖中的矿物质丰富 所以北海湿地中的动植物繁多 大片漂浮于水面的草地 游如五彩缤纷的花坛 而水下的鱼虾 在火山矿物质的滋养下 变得也极为丰盛鲜嫩 又因为这里的这个矿物质丰富啊 这些小鱼小虾的口感呢就特别的鲜嫩 口感特别鲜嫩 而且小虾特别多 那我们待会就直接在这儿捞虾吗 没有 这里的话呢是属于一个保护的区域 所以咱们不能直接在这儿捞 那我们一会就去小生说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去补虾 看一看这边的虾到底多鲜美好不好 不要一会就去了 我们现在就赶紧去吧 就在前头嘛 我先逛一逛吧 两位你看在这个小湖里面啊 咱们就可以补虾了啊 这个小的燕色湖呢 和刚才咱们在北海湿地看的湖水啊 是一样的 但那边的话呢保护起来了抓不了 所以就等于这儿的水源 其实跟那边是一样的 对水源是一样的 也都是受到火山的恩责了 是的 就是中间多了一条道 是啊 除了在这边的话呢 能够捞虾以外啊 还可以划一下这个草牌 这也算是一个特色了 对比较环保 是吧 嗯是 这感觉就是说 我们感觉在一对的鲁尾道 像那种感觉 对不对 对 黄芳白你选择哪一艘 我要这艘 因为它感觉方方正正的 然后它比较敦实 比较厚实 那最后我们要带回多少战利品呢 大概是这么一篷吧 一篷 一篷就行了是吧 一篷 一篷估计咱们今天就在这睡了 你知道吧 估计不太可能 那我们先上战舰 好吧 你去拿容器 然后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好嘞 来上船吧 直接就这样上去吗 小心一点 它会冻的 你往里头踩点行吗 这里好软啊 好舒服啊 让它下去了 开始我们的第一 不倒虾了吗 当然了 你看我们开门红 来 哇我看一下 对就是这个虾 还不舍得放下这个框 看一下够不够 哇那么多啊 你们俩补了 不止一小盒吧 对对够了够了这个 好那下面的话 我就带你们俩去找第三样东西去了 这样吧 我觉得就是说你带我们来去 你看挖了火山泥 然后又带我们来到这个北海这块这么美的湿地 我们其实也是想表达一下我们的谢意了 所以我想要不我们就简单的制作一下美食 让大家可以尝一尝这个这个 在火山这样一个福泽下的北海 它养育的这个虾 它的食材的味道是如何的 好不好 那咱们找一个诗情话一点地方 来吃一吃这个虾好不好 好 来走 咱们上岸慢点 可以了 来尝一下吧 来 陈姐尝一尝 虽然就是我们也经常吃这个小虾呀 但是我发现就是咱们北海的虾和别的地方的这个小虾有一点点的不一样 就是它比较肥 对不对 你看它就是很胖 就感觉一小只都是个小胖子 每一只都是 它的全身是肉是吧 嗯 嗯 其实就尝一尝这种小和鲜的那种感觉吧 对吧 我们的急捞急食 用最简单的方式感受一下这个火山的恩泽下 是 有这么一块湿地 有这么样一些物产丰富的这么一个北海湿地 然后产出来这样呢 美好的食材对不对 就这样 一般在你们当地的话 你们一般是怎么吃这个合理的这种小虾呀 嗯 这个小虾呀 在我们当地主要是就是我们吃活的 嗯 直接就是把捞起来的小虾 对 就是云南特地的一种做法就是醉虾嘛对不对 对 它跟江浙醉虾 做法不一样 哦 嗯 好那我们下面吃完之后呢 我们就去找我们的火山石板 嗯 好 来 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我是Dennis 这位是彭梦 你好 你好 那这么一整个厂里全部都是火山石吗 嗯 全部都是火山石 像中原石那样 那怎么颜色不一样呢 那边有灰色这边还有红 因为这个石材的话它就是分成三种规格嘛 嗯 石材 比较多的 你看像这个像我们背后这一堆这种就是属于火山红石嘛 嗯 它是在那个火山喷划口嗯 烧的比较焦的这种石材 像这种石材我们拿的就是那个做那个铁面 在那个中 在那个搞中缝的时候 在那个外形上 在这个还 铁在外形上对于红线里面的铁还需要保温 是不是在浴室里还可以拿来搓脸 哇哇哇哇哇 好 这就是那么那么衣室里面还有那个 没有知道了搓脚搓脚知道了 搓脚的还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哈哈哈 因为火山石更多是矿水对吧 对 所以它这里头就是整个会比较轻 不信你可以试试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展现你的力量是 真的吗 嗯 哎呦 哎呦 不行这个太重了 你看我要倒了 我好荣弱的 是这样 这是成品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 这个火山石呢 这个第一层的这是青石 哦 轻石 但是密度比较大 嗯 这个应该也很 快点给它敲碎了 你是不是没听人家介绍人说密度比较大 哦 哈哈哈哈 现在我们就可以拿着做了很多的那个装饰 中式的 嗯 像这种 带孔的火山石呢 那个铺的用途是比较广的 哦 我们在这铺路 你看看 哎 这个重量优势中可能是因为它比较小的 对 其实它这个水是就是在火山这个岩石层面里的水中间的这个部位 对中间的对不对 哦 是 因为在那个有生意水 在那个水会伸出里面去 嗯 伸出里面去的时候 它这个就对下面那个 对下面那个 云里头保护的时候就比较强了 嗯 嗯 那我们等于要找的这个火山石板呢 应该就是这块石板 对不对 哦 哦 那老板那您看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两块这个火山石板 给他们果然很大 是 可能一块就够了 对 老板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两三块啊 哈哈 你们就写一块岩石 你们自己自己加工就行了 自己加工 刚刚说得来全部费功夫 马上就现实报 也就是说您需要考验一下我们是吗 哎 你们就你们自己去写一块 那原石这块我们也通过几点能够辨别出来 它是属于中间这个石层的啊 那在你们去挑原石的时候 对呢就是挑这个 黑色拼灰的 中间摆一点黄的东西 就是你打 朋友你听懂了吗 我听懂了 你有信心吗 我有 那现在我们先去挑这原石好吧 嗯 好走 大一点 哎朋友你看咱们抓鸡的时候 咱们就会马上黄鼠王上升 然后那开石头我们应该什么上升呢 开石头 穿衫甲呀笨蛋 哎快点 你是真笨的 你可慢着点老人家 好了我们我们干正经事了就是说对这个这么多石头 你买块应该是呢对不对 我要这一块 太贪心了 带着黄 然后又带掉这个黑 你想这一块它如果弄板的话 你就哪怕是这样的板的话 我最起码我感觉应该有五十块差不多吧 咱搬不走啊好吗 咱们就是不要贪心来看 我觉得那块就差不多吧 哎这一块金灿灿的也好看 来看这个 这个吗 对 对他这个也是 那行吗叫老板发挥一下你的石头功 嗯 老板 我的天呐 老板 哎 哎老板老板 我们找着了这个是吗 你看这个是吧 对对对 这个可以了嗯 对 那我们就掉下一个金灿的切钩给你们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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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了 哦 哦 就是这样了 好好看啊 黑色的 就是就是刚切下来的 嗯 嗯 老板给我们说说您看我们怎么样选的 是不是正确 比较标准吧 对 你们现在还是比较 还是比较好的 那老板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任务呢 就算是完成比较成功了 对不对 对 那您是不是就可以给我们了 嗯我们直接用那个加工程 那个烧口版那种 直接送你们一块 你们就你们自己就回去来用了 行 没问题 哎 我们的火山石板就算是得到了 对不对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跟火山有关的三个元素呢 我们都得到了 是的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令大厨 让他展示一下他的火山宴 对不对 火山宴 走吧 又可以吃了是不是 哎大厨 我们回来了 回来了 感觉像不像我们满载而归感觉 像拿年货回来是不是 尤其中间这个鱼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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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我们在北海湿地区捞的虾 对 土也不错 然后示范 示范可以 我们自己锯的石头 怎么样 我们这个三样是不是已经集齐了 是不是可以召唤食物 完全的分享好 召唤出美食物 召唤出美食物 然后我们下一步就可以接着制作我们的火山宴了 就可以完成了是不是 对对对 那我们还是老贵 就我们两个人到厨房去这个 就是来去操作这家这个火山宴 对对吧 然后你就可以跟那个 你的向导小姐姐 然后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 对不对 那我先帮你 帮你们把这个提过去吧 走 那边我拿你 没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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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你看我们眼前呢就是火山宴了对不对 好丰盛啊 感受到火山的热情 热情对不对 这个石板烤肉 这个石板就是我们带来的火山石板吗 对对对 这是你们找回来的那一块石板 其实这样的一种料理方式 就是说等于这个肉上能够更多附着一些 就是火山岩的一些矿物质 火山岩的矿物质 然后这个多余的油的话 它会被这个火山石的那个孔洞吸收 所以吃起来的话 就不会腻 不会腻 火山离包机的话 就是用你们带回来的那个土 然后加松针的话 这个两个小时的烤制 鸡肉的话吃起来比较有松针的香味 也有这个火山矿物的精华 所以这个是火山泥 对 就是这个就是火山泥 对 这个是滚锅牛肉 滚锅牛肉 也是用那个火山石做的容器 黑色那个是火山 我们这边的蜜质集中 南米小虾 这个就是你们到白海那边找过来的 你看还在跳跃的 地热山针蛋 还有鸡蛋 它吃过了 我吃过了 它吃过了 里边的话其实是 热沫 鸡松 然后牛肝筋 肝巴筋 加上我们这边的银杏 那介绍完了吗 我要开始吃了 我们就开始 但是在大开吃戒之前 我要先喝一口我们的君瑶味动力 因为只有喝了君瑶味动力 我们的肠胃才会有活力 人生才会有动力 来我们干一杯 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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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奔心 干什么 谢谢 谢谢 不客气 来 来 这一鸟味 美容养颜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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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